文化在封今天,如果你去风景如画的印尼摩龙开岛旅游,会经意的发现,岛上有尊高大的铜像,一个要配军到达二战日本兵,站立着牧师北方。 图,中村恢复的铜像这个日本兵,就是大名鼎鼎的最后投降的日本兵中村恢复,一个台湾籍日本兵,大名是尼玉武,汉民与光辉,他1942年加入高沙6队来当摩龙泰岛。 1943年9月,美军登陆时,日本军惨败,他在混战中与部队失去联络,只身躲在丛林中,随身携带的只有三八步枪,几十八子弹,一把军刀和少许日用品。 图,中村恢复的铜像,躲在丛林里的中村恢复,毫不知情日本的投降。 靠野果,小动物和偷取农户作物冲击,度过了三十一年的引人生活。 直到了1974年12月29日,他才被印尼政府找到,第二年返回故乡台湾。 图,中村恢复回台湾时就知道那么,印尼为何要给这个普通日本兵力雕像? 要知道,二战时期,印尼也是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。 1942年3月,日本第十六军在金村军大将率领下侵占了印尼。 日战期间,打着大东亚战争的旗号,印尼的石油,橡胶,西等无数战略资源被掠杜汇日本,大批青年被充当劳工,数十万人死在海外。 更有无数印尼华侨被日军抓捕和屠杀。 图,日军二战时的宣传话但是,回顾这段历史,印尼国内和民间, 却对日本心存感激。 原因很简单,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的到来,赶走了荷兰人。 要知道,印尼人最恥辱的历史,是了美荷兰殖民地长达数百年。 当时印尼的名字叫做和属东印度。 二战期间,日本进军东南亚,祭拜了荷兰殖民者。 当时,日军坦克开进来后,印尼人家的欢迎,绝大多数印尼人觉得,日本的大东亚战争,是来帮助他们摆脱西方殖民者的。 图,日军帮助训练印尼民族军士兵二战日文在东南亚的统治,也有别于大陆的朝鲜和中国。 比如在印尼,日军的野蛮屠杀主要针对华侨,对印尼人相对较为友善,鼓励他们说印尼语,还帮助印尼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军队。 最聪明的一件事,是从监狱里释放了印尼的民族领袖苏加莫,并许诺将给印尼人自由和独立。 图,日军协助建设的印尼军队在印尼的日战时期,当地治安良好。 到了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,苏加莫于两天后发表印尼独立宣言,宣告印尼独立。 后来,印尼人与全土重来的荷兰人,展开了长达三年的独立战争,最终取得了胜利。 值得一提的是,印尼独立战兵中,活跃着大量日本人的身影。 根据日本人在印尼的互助协会统计,大约有1000名日本士兵,自愿留下参加了这场战争。 其中半数以上阵亡,300多人幸存,并获得了一名国籍,只有45人返回了日本。 图,印尼独立战争英雄公墓,在印尼的独立战争英雄公墓里,埋葬着很多日本兵。 最后一个滞留在印尼的日本兵小野生,活到了94岁,他也是个参加印尼独立战争的老兵,并在战后与其他滞留日本兵协助印尼进军。 他于2014年病逝,葬礼非常隆重。 图,小野生葬礼1958年,印尼总统苏加诺访月期间,特地在东京青宋寺赠建了一座石碑,表着两个参加过印尼独立战争的日本军人的贡献。 碑文上赫然写道,独立不属于一个民族。 图,苏加诺奉剑的碑文中存恢复,这个滞留印尼的日本兵,是二战日本兵在印尼的检井。 至今,印尼仍是对日本最友好的海外国家,没有之一。 还有西英人的检井? 第二半情深度,那是 西英人的检井? 西英人的检井?